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上学时候在家乡城市没有太大区别 都是去去喝喝 玩玩忙忙的 但是一定会有某一个时刻让你突然意识到 我是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 毕业后来北京 到现在大概三年了 我在北京能够绰绰有余地支撑自己开支的工作 有住得比较舒适的房子 在北京有很多朋友 一两个关系比较亲近的亲戚 再加上我是比较容易开心的性格 每天都觉得乐呵呵的 丝毫没有感受到所谓的北漂的太大压力 但是去年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个人上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 导致每天心情都很失落 很压抑 食欲变得非常差 经常吐 吃不太精去饭 最开始想到那件事情我就会忍不住发抖 想吐 后来还好一些 毕竟我是一个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的人 食欲不好就当减肥了 心情不好转移转移注意力 看看书 打打游戏也就算了 当时刚好快过年 左安卫说 等回家见到爸妈 见到老朋友们 我就好了 就一直撑着 也没有想太多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是过年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上班 我和公司的同事 去别的公司看片 中午就走了 临走之前 我还专门嘱咐他 看完片 我们就不能回来了 别忘了带东西啊 同事说 好的 看完片是下午 看的片 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人拍的 那个人 他知道我喜欢他 但是最后 和一个声称 要帮我追他的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这个片子 拍得很烂 看片的地方 比公司令我加劲 我说 那就别回公司了 直接回家吧 刚说完这句话 我突然意识到 我把帽子忘在公司了 那时 我非常喜欢的一顶帽子 想回西安的时候带的 我就想回公司拿 然后又觉得 太远太麻烦了 回去刚好又赶上堵车 那就说 算了吧 回家吧 忘带帽子 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 就很影响心情 那天 是个阴天 风很大很大 我站在寒风当中等车 整个人 都被冷到跳脚 好不容易等来车了 上了车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昨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吃火锅 把新买的外套染上味 就换了一件旧的羽绒服 但是今天早上出门 忘了把钥匙 从口袋里拿出来了 我坐在车上 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翻了一下包 和口袋 最后的结果 果然是不如人意 我真的没有带钥匙 我当时就很崩溃啊 其实 我是有室友的 并且 关系非常不错的那种 但是 因为临近过年的关系 大家都回家了 他们当中 有一个 前几天就走了 有一个 今天早上 刚刚离开北京 我本来是订了隔天的高铁票 回西安的 其实 我去朋友家借宿一晚 不回家收拾行李 直接回西安 也是可以的 但是 他们又想起了 我家里还有一只猫 嗷嗷待不 我原本是打算 第二天一早 把他送到朋友家 帮我在过年期间照顾的 我还是不能不回去 我在我们家的群里 说了这件事 北京的家 一个之前住在这儿 后来又搬走的男生 L 他说 你等等啊 好像在很久之前 住过这里的一个朋友 那里有备用钥匙 他住这里 实在太早了 你还不认识他 我帮你问问 就这样 我在寒风当中 等着男生L 给我回消息 那天 我刚好还大姨妈 整个人非常疲惫 心情又特别不好 等了一阵子 男生L 给我回了消息 他说 联系上了那个女生 但是因为时间的确太久了 那个女生也不确定 那把钥匙能不能找得到 我说 那我先去我朋友家等等吧 结果 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朋友 有事没在家 我就只好又打了车 去了我另外一个 稍稍远一些的朋友家里 那个可能会有钥匙的女生 家里 离我家很远 但是我真的不想找人开锁 这件事太麻烦了 所以我就宁愿花了几百块钱 打车来回的去取钥匙 也没有想过要找人开锁 我去我朋友家里等了一阵子 为了宽慰自己的心情 还请客点了火锅吃 吃完以后 又过了很久 朋友L联系我了 他说 坏消息 钥匙没找着 你啊 可能还得找人开锁 然后他就叮嘱我 说你不要随便在网上 找那种开锁的电话 你打110 问他们那儿都会有备案的 比较安全 我很抗拒 我说我不想打110 他说你必须打 这样安全 你一个女生出门在外 要小心一点 我说 好吧 他说 记得打110哦 挂了电话 我整个人更崩溃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抗拒 跟不认识的人打电话的人 现在 还要我打110 我当时真的很想死 但是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想着 我他们只好咬着牙 拨出了人生当中的 第一个110 我当时竟然还有心情 录了一个视频 110态度倒是不错 说他们现在 不提供开锁电话 查询服务了 但是会短信给我一个 有备案的 开锁信息网址 让我上去 找离我近的就行 挂了电话 我就打开信息表 一个接着一个地问 问到了一个价格 还差不多的 我先是问了 跟我同小区的那个朋友 什么时候回来 想让他陪我一起 开一下锁 虽然我是一个 挺独立的人 但是 当时听完了 我要是女生 还是一个人 就觉得 人多一点 还是比较安全保险吧 我问同小区的朋友 11点能不能回得来 可以的话 我就约11点来开锁 他说可以 我就约了开锁师傅 11点来帮我开锁 十点半的时候 我开始往回走 我叫的车到了 我坐在车上 给同小区的朋友 发微信 我问快到了吗 他说 对不起 我现在非常努力地 在打车 但是前面还排了 一百多个人呢 我想了一下 他所在的位置 过来 本来就要半个多小时 再加上 又打不着车 估计 11点是回不来了 都不用估计 11点之前 他肯定回不来 这个朋友回不来 其实我不怪他 我也感觉到 他不是故意不回来的 他很担心我 也非常努力地往回干 但是有些事情 就是受客观因素影响啊 谁碰着了 也没办法的 就像我今天这个情况 我真的 当时非常崩溃 我觉得为什么 什么事都让我给碰着了 没带钥匙 还偏偏在室友 回家的时候 还在两个室友 全部回家的时候 还在我家有猫 不得不回去的时候 有备用钥匙 结果找不着 约了和我一起开锁 千叮铃 万嘱咐 确认了 时间 却又赶不回来的朋友 我掏出手机 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 还好 人碎到不能再碎的时候 碎到不能再背的时候 还能把一切 都怪在本命年上 嗯 也挺好的 发完微博 我坐在车上 突然觉得很恍惚啊 我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我看着车窗外的夜晚 街灯璀璨 这个城市里 我明明有那么多的朋友 可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帮到我 别说帮到我了 我甚至连一个 合适的青土对象都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超失败 我在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的首都 所有人都想过来拼一拼的地方 做的究竟是自己喜欢的事吗 我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世界除了自己 是不是 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依靠 然后 车上 就想起了一首歌 听到这首歌 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掉了 我突然就想起了 我在北京的关系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我想起了我们俩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俩穿着短袖 坐在客厅打游戏 听了一遍这首歌 觉得很惊艳 然后 我们俩把这首歌 循环播放了一个礼拜 我想起了 我陪着他 去他们大学所在的 城市毕业的时候 我想 他是我非常非常真的朋友 是有时候有一些话 我不想说 他就不会问 是我在当时 在江哥的事情 闹得非常大的时候 思考过 如果是他的话 他是我临死前 也愿意把他推进门的朋友 可是现在 这样的他 你也帮不到我 但是我其实 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 能有人在我难过的时候 可以出现 可以抱住我 告诉我 我没事 我可以一个人来北京 靠自己努力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可以一步一步地摸索工作 我可以一个人带着非常多的项目 我可以熬夜写方案 我可以虽然不喜欢 但是 一个人去看片 去开会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一个 我可以放心去喜欢的人 太难了 太难了 电话响起了 是开锁的师傅 我努力地平息了哭腔 一个人看着师傅 帮我开完的锁 换完了锁 师傅帮我开完锁以后 我坐在沙发上 我越想越难过 然后 崩溃大哭 哭到一半 没忍住 冲到了厕所去吐 吐完了 我又坐在马桶上 接着撩眼泪 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我只觉得 人生好寂寞呀 我难过的时候 连一个可以帮我的人都没有 连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 我努力变强 我只是为了告诉别人 我只是为了 向别人炫耀我过得比你好吗 这有什么意义呢 上面这些话 除了叙述事情整个的经过 是我现在写的意外 其实 其余的内心感受 都是那天我坐在马桶上 哭完之后 我想着 这么难过的情绪不能浪费了 我要记下来 眼泪朦朦 打开电脑写的 时间过得挺久了 当时那件事呢 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 那个心境 我到现在回味起来 我还是委屈 我还是苦涩 回忌 跟我的妈妈讲了这个事 我妈说 你怎么就不去找你舅舅呢 我说这大半夜的 也不好意思打扰人家 我妈说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都是亲戚啊 出了事 肯定会帮你啊 下回有困难 就去找救救他们 我说 嗯 但其实当时的情况 我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选 是可以 确确实实帮到我的 那个时候的感觉 就像是 那天的所有事情 都凝聚成了一盆水 泼在我身上 冲洗掉了我身上 所有的伪装 让我切切实实地 意识到了 我不管再怎么洋装 我就是一个人 我就是独自地生活 在这么一个 看似友好的城市当中 嗯 是的 没错 一个人 独自在一个城市生活 其实 其实可以过得很好 没有爸妈管 没有门禁 每天爱什么时候回家 就什么时候回家 想几点睡觉 就几点睡觉 吃什么自己说了算 房间乱了 再乱 也没人会唠叨你 只是 偶尔 可能会被小事给击中 让你意识到 你是一个人 独自的 在这个 不属于你的城市里 生存着 被击中之后 可能会有不适的情绪出现 但是 好好调整 这个情绪 也会随着时间 严消云散 之后 还是会继续地 整装待发 继续地 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毕竟 是我们选择了这个城市 而不是城市 选择了我们 虽然这篇整体 看起来很丧 但是 我也说了 只是偶尔会有这样的情绪 我在北京这些年 还是过得很舒坦的 好情绪 远远都过于坏情绪 希望大家 就算独自一人 在一个城市 也不要惧怕 有什么难过 是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呢 如果不行 那么 我再给你讲一个 甜甜的故事 生活 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